我退出台灣民眾黨 也不再具有台灣民眾黨的黨籍 也不會參與2022台灣民眾黨任何的選舉 宣布退出 他是曾代表民眾黨參選苗栗立委的民眾黨黨代表朱哲成 過去猶率轉白 加入兩年多 斷展離開 原因是這個 現在好像都是一些二代 或是一些藍色的人在民眾黨裡面 那我覺得 為什麼用人的標準 跟這個看待政治的角度 差了那麼多 批評自詩白色力量的民眾黨 跟自稱墨綠的柯文哲 早就染上一片藍 當內充斥著一堆老男男 正二代 新政治的口號下 為的只是政黨的選舉利益 那為什麼現在充滿了謝利公 充滿了黃文才 充滿了韓家軍 然後那過去這些本土派的人跑到哪裡去了 我們看住這層退出民眾 柯文哲沒回應 但上任以來被指中共同路人 也讓不少支持者難再挺下去 尤其十二月一號雙城論壇 一反常態沒邀請任何議員參加 引發議員集體不滿 要討論什麼 今年的議題大概是什麼 結果呢 一問三不知 也完全噤聲不告訴議會 要討論的內容是什麼 完全的不尊重 好像把議會當空氣一樣 那因為去年跟今年都是受疫情影響 所以就取消了歡迎晚宴的部分 每年外的雙城論壇都被釘得滿頭包 加上黨代表宣布退黨 內憂外患 柯文哲蠟燭兩頭燒 TVBS新聞